大家看这个女生坚持这10个习惯 3个月成功瘦了30斤 快来一起看看是哪5个习惯 5个减肥的小知识 让你减肥少走弯路 尤其是最后一条非常重要 你可以点赞收藏再去观看 第一个小知识就是啊 出汗越多并不代表你消耗的脂肪越多 你要记住 脂肪排出体外最重要的途径的是呼吸 所以你一有空就要做深呼吸 第二个知识就是减肥 饮食才是关键 运动只是辅助 它是加快饮食减肥的速度 让你身材线条更好 身体更健康 第三是减肥期间要多喝水 因为呀 每0.5克的脂肪就需要10毫升的白水 来参与代谢完成 35至40度的温水更有利于减肥 因为这对于你体内激素压力最小 更接近于体温 也就更有利于代谢和运转 第四就是空腹去测你的体重 第五就是女性姨妈期间 因为你的激素水平的变化 会让你体重出现一些小小幅度的提升 但这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 你不用过分地去紧张它 以上就是今天的减肥小知识 大家想尝试的 赶紧行动起来吧 大家记得收藏这个视频 同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获取更多健康减肥的专业建议和方法 感谢观看